五月佛誕節慈濟烏地南联络处 460名志工与慧众 展现佛教庄严之美 参加有意义的活动是非常好的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重要的就是洗尘书工 感谢父母养育之恩 无论大人或小孩 狱卒谢亲恩 在家里可以说是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可能我们东方人就比较远铁含蓄 所以觉得很感恩父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环保展示区不只让民众增加环保概念 更启发爱护大地的行动 带给我们的资讯很震撼 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地球已经面临很大的危机 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行动来改变 不换大家就是说是吗 要节省用水 我们说洗碗的水那些都可以来浇我们的花 我们的草 现在会更了解 原来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回收 有一些是可以回收的 凝聚众人之力 敬天爱地去福源 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乌鲁地南综合报导